花开花落自有时 缘去缘来总有因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宝们 恋爱脑不可取 会被赶出去挖野菜 不幸的是 我是在查出怀孕的那一天 才意识到 这个人间真理 幸运的是 我还没领证 确切地说 我和未婚夫原本打算明天去领证的 说来可笑 明天 是我准婆婆的生日 而我那即将度过五十大寿的婆婆 此刻正在打我的狗出气 毛毛发出声声乌液 却始终没有反攻一下 顿时 震惊 愤怒和心疼 一起涌上我的心头 在我的房子里 打我的狗 我直接抄起挂在门口的牵狗绳 冲上前抽象准婆婆的脸 真以为只有一天了 棺材板不用按了对吧 准婆婆的嚎叫声响彻云霄 阎兵 你疯了 给我助手 动静实在太大了 最后 是邻居拨通了我未婚夫的电话 冲进门来制止了我 正想呵斥我的时候 准婆婆已经被我从客厅赶到了厨房 靠在灶台上喘着粗气 没空理会他嘴里的乌颜晦语 我正在给毛毛检查 毛毛的左后腿 不知道是不是断了 肿了一大块 有血 我试图摸到骨头的时候 毛毛嗓子里发出了呜呜的声音 我的眼泪掉下来 我帮毛毛消毒了尾巴 没找到小剪刀 我用水果刀急切地搁着绷带 砰 正肖踹门而入 我连头都没有抬 我知道这个老畜生 一定会喊他儿子来给他撑腰 正肖喘着气质问我 颜冰 你把我妈怎么了 我冷笑一声 没有抬头 你亲爱的老母亲在厨房 活着 四肢健全 你 正肖激动地指着我 颜冰 你今天太过分了 我垂着眼 依然不理他 我能给毛毛处理的都处理了 之后 我拍了毛毛受伤的照片 留证 又发了一份 给一直为毛毛 做驱虫护理的宠物医院 护理医师当场就炸了 操 马上来 要不要我给你报个警 我瞥了一眼门口 门铃的监控功能 我都是常开的 我把门大开到180度 监控正对着屋内 我冲浪太多 看到很多宠物被打的帖子 曾经一度觉得自己有被害妄想症 总害怕有人伤害我的毛毛 原来帖子里说的都是真的 身边处处是畜生 但因此 我迅速知道了如何处理 才能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付出代价 郑霄已经冲进厨房 把他的老母亲扶了出来 颜冰 你最好解释解释 我抬眼 眼睛要是不用 就挖了喂狗 不过狗应该不要 颜冰 郑霄的脸已经绿了 他还想再说话 我抄起晾衣杆砸在他脚下 这是你亲爱的妈干的 我站起来 走到他面前 穿了高跟鞋的 我比他还高一点点 你一直知道的 毛毛是我的底线 郑霄有些心虚地看向他妈 妈 你 老东西抬起手指着我 毒妇 你竟然敢打我 说罢又指着郑霄 你看看你找的什么货色 都要领证了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鸡还知道要下蛋呢 网上都说了 这些畜生可脏了 怎么配住人住的房子 而且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插着腰 神色逐渐有底气地跋扈起来 我查过了 这个贱人到现在都怀不上 就是因为这个畜生有寄生虫 区区一个畜生 哪有我们家香火重要 所以我打狗出气是应该的 我再叫他做一个好母亲 郑霄面露难色 沉默了几秒 他对我说 阎兵 咱妈说的也有道理 要不 我抬手 打住 郑霄一愣 我说 可别咱妈了 我家可没有这种损因得的老东西 阎兵你他妈 门口传来鼓掌声 毛毛专门的护理医师小林 提着一箱刀具 出现在门口 说得好 冰冰 我先看一下毛毛的情况 我长舒一口气 你竟然花钱请人来看这个畜生 婆婆又开始破口大骂 我一件衣服才两千多 你花三千买 为良机我也没说什么 你这次又花了多少钱 儿子啊 这种败家娘吗 娶回家是祸害啊 小林把最大的一把手术刀擦了擦 放在手边 准婆婆善善地闭了嘴 小林阴阳怪气地说 这有什么不正常的 本来有的人就是狗都不如 我这把手术刀也三千多 有的人都不配用 他们还想开口 看了看手术刀 作罢 索性 初步看来没有伤到内脏 脊柱也没有损伤 不会危及生命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养宠物的会知道这种感觉 我的宝贝心肝 就和孩子一样 谁碰一根头发 都会心疼不已 何况是被不锈钢管抽 小林用小推车拉走了毛毛 临走前耳语一句 保护好自己 再等几分钟 我点点头 我知道 我和这家人完了 只是没想到 我爱过的男人是这样的货色 小林走后 准婆婆插着腰 继续梦想收拾我 我告诉你贱人 你的钱都是要上交的 今天你花的钱 我都会记在账上 下个月发工资了 给我悉数补上 我是真差点气笑了 我说老东西 你在做你娘的青天白日梦呢 还上交 我告诉你 我烧给外面的死猪 都不会给你 我气得太狠了 又从头到脚打量了他 自私又穷酸的东西 或许是穷酸这个词 刺激到了郑霄 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扑过来就要打我 我正对监控 大叫一声 迅速抬手防御 随后 郑霄杀猪般的声音响起 我挡脸的手上 还握着割绷带的水果刀 他想扇我的手掌里 一片鲜红 而我 对着监控害怕 地尖叫着 扔掉水果刀 蹲下抱住头 随后 准婆婆和郑霄的 拳打脚踢纷纷落下 我从前真是绝名子 喝少了 眼瞎 索性 大冬天的 我穿着羽绒服抱着头 感觉能撑十分钟 然而 还没到两分钟 两个人冲进我家 看到警察 我高度紧绷的神经 终于松开 我并不是 只想和准婆婆 做口舌之争 我担心 我们朝夕相处 这次撕破脸后 只要我一出门 他就会给毛毛投毒 所以 我要拖延时间 等专业医师和警察的到来 去警局的时候 我顺手拔下了监控的内存卡 物证俱全 人证还是俩警察 行 真行 于是 郑霄和准婆婆 带上了绝版正品的亮银色对镯 坐上了会想的豪华专车 驶向正道的光洒落的地方 到了警局 准婆婆依然不消停 我恭恭敬敬给警官双手递上监控内存卡 按部就班的路口供 出来的时候 那两位的问话还没结束 警察鼠鼠们开关门时 能依稀听到准婆婆中气十足的喊 那个贱人 差点把我打死了 你们赶紧把他关起来 这种事 一般优先调解 我要求不高 甚至没有索要赔偿 只要求他们出具书面道歉 并在朋友圈对毛毛连续道歉七天 不花钱 不偿命 不坐牢 只是道歉 很难吗 呵呵 对他们来说 还真的很难 郑霄的脸就和吃了屎一样难看 指着我的鼻子 严冰 我真不该娶你这样的货色 准婆婆 贱人 你在古代是要坐牢的 我鼓了鼓掌 首先 我看着郑霄 我们可没领结婚证 去 梦里啥都有 我施舍你们 免费住在我这里 你们不交房租 不感激 我却毁坏我的财产 你还有理了 什么财产 正消大言不惭 我掏出包里的苟证 毛毛 纯进口渡宾 幼崽时期是五万元接回来的 对我而言 毛毛根本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 可是法治社会 这一套更有用 如果毛毛有什么三长两短 五万元 够判十年 其次 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逆着准婆婆 在现代 要坐牢的是你 你们现在发朋友圈 公开不分组的那种 对毛毛道歉 保留一周以上 我就千条解书 贱人 你居然要我对一个畜生低头 我告诉你 就是弄死他 你也休想 啪 我的手重重地拍在桌面上 手下 是我的运检报告单 警官 他们是殴打孕妇 众人脸上纷纷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正消满脸震惊 冰冰 是 真的吗 我要做爸爸了 说爸掏出手机 我这就发朋友圈 你等等我 咱妈就算了吧 你让他老脸往哪搁 咱们反正是一家人了 就别计较 警官 我打断郑霄的话 我拒绝调解 郑霄瞪大了眼睛 你说神 你们按法律程序来吧 我不想再听他们异响天开 直接睡几天 大通铺冷静一下吧 就在刚才 我看到郑霄的微信置顶 是一个我没见过的头像 我要用这几天没人打扰的时间 做最重要的事 我找搬家公司把郑霄母子的东西 全部打包存进了小区的寄存柜 没直接扔了 是怕他们反咬一口 而且寄存柜挺贵的 回头让他们出出血 就当作公益了 当然 我出钱给郑霄买的领带皮鞋 给准婆婆买的裙子包包这些 我直播了一段减碎解压视频 给大众一个美好的情绪价值 然后 我换了最严密等级的门锁 找到装修公司 之前以为会和郑霄共度一生 我婚前房产的软妆 都是按他娘的意思装修的 现在全他娘的重做 最后 我预约了要留打胎 把他家的香火 冲进下水道的一刻 心疼之外 我竟然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没有领证 分手 一句话的是 重新投胎 总好过有这样的父亲和奶奶 拖累一辈子 我怕给他们送的大礼还不够多 把打胎的医药袋也塞进了寄存柜 毛毛的伤口也处理观察过了 我直接租了个高档小区的海景公寓 让毛毛能在阳光大露台上尽情快乐 等毛毛好了 我要把恋爱订婚这阵子 对毛毛的亏欠都加倍补回来 让毛毛天天去海边冲浪翻滚 做完这些 我才开始思考 要不要处理一下郑霄养被胎搞外遇的事 我本身对她的破事已经不感兴趣了 但想了想 我觉得可以提醒一下那个置顶的姑娘 听不听不关我事 我记得她的头像 是一个小姐姐抱着一只鲜螺猫 微信名也很直接 也小蓝猫舍 我猜 郑霄应该不是要给我买只猫作为惊喜 这个地方并不难找 我按地图过去之后 看店的女人正温柔地撸着鲜螺的脖子 猫咪舒服地发出呼噜声 我看得内心移动 姑娘温柔地对我笑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我决定开门见山 我调出监控视频走向她 我有一些猫咪相关的事情请教 请问可以到里面去聊吗 十分钟后 这个叫诗兰的姑娘 气得脸色煞白 这已经不是渣男了 这是个畜生 诗兰生气地扔了手机 吓到了猫咪 她又站起身 把猫咪捐在怀里 骗我当三不说 还打你的毛孩子 严姐 我们一起报复她 我挑了挑眉 可是这件事 你还可以抽身 找个机会吵一架 拉黑她就可以了 不 严姐 诗兰认真地看着我 这对母子 可以殴打毛毛 就也可以从天台 扔下去一只 微不足道的仙罗猫 你怎么知道 那样的老婆妇 有一天 会不会帮儿子前来报复 给我这一代的猫头毒 我认真想了想 点了点头 是我欠考虑了 小兰 你打算怎么做 打你的狗 住你的房 骗我的感情和身体 最不可诛 诗兰抬起头 坚定地看着我 严姐 你差点失去你的毛孩子 又刚不得不打掉一个孩子 如果我没有被你拯救 未来也会失去我的毛孩子 你想不想掏空他 听他这么说 我愣了一下 心动了 而且说实话 如果当时毛毛真的危及生命了 我可能真的做得出 当场砍死他俩的事 可是 诗兰翻出两盒优斯明 严姐你知道吗 这个人渣从来只顾自己 都是让我吃药 从前觉得他好 就心甘情愿 现在就冲着这个 我也要报复他 严姐 我们一起打配合吧 几天后 我去医院复查两次 打胎的亏空 终于休养回来一些 而郑霄和他妈 也从橘子里放出来了 他们气势汹汹地 回来找我算账 然后双双被保安拦在小区门口 笑话 我换了门锁 给保安大哥送烟打好了招呼 说我房间的租客和我有纠纷 可能会上门闹事 保安大哥不重点防住他们 是不想要工作了 遭老婆子 果然在小区门口闹了半天 甚至一度想躺下装死 小区里爱八卦的阿姨可不少 估计最多半天 就能传遍整个社区 等差不多了 我给保安大哥打电话 让两人去寄存贵取自己的东西 他们看到快四位数的寄存费用时 差点两眼一黑被过气去 我恰到好处地 把郑霄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 下一秒 铃声响起 阎兵 你真的冷酷无情 嗯 你在放什么狗屁 我握着电话 我那时怀着你的孩子 给你们提供住处 你们却打我的狗 对我拳打脚踢 还说我冷酷 要不要小刀给你拉个屁股 给大家开开眼 你 郑霄突然意识到 他的居住还成问题呢 语气又软了下来 兵兵 你看 你打也打过了 骂也骂过了 我们都已经知道错了 你怀着我的孩子 我们终究是一家人不是 这样 你先把钥匙给我 你上来吧 我打断他的话 有些人 不到黄和心不死 郑霄搀扶着他那力壮如牛的老母亲 差点没认出我家 我把所有的软妆全换了 甚至门窗也从那种郑霄他妈喜欢的欧式浮夸金属门换成了黑白的极简风 郑霄他妈当场就黑了脸 她忘了自己的处境 指着鼻子问我 好好的房子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黑白家具 你是在咒我吗 呦呵 我都还没想到这一层 我还没开口 郑霄已经拉住了他 妈 妈 不是那样的 这是 这是我的要求 呵 我和他妈都愣住了 郑霄继续编 是我觉得之前的装修有点 不够沉稳 所以也要求换了装修 换个心情 咱们一家人也好重新开始不试 他妈哼了一声 之前的样子多好 非要重做 浪费这个钱干什么 我终于忍不住了 没记错的话 这是我的房子 两次装修 也都是花的我的钱 上一次 为了家庭和谐 我放弃了自己的全部喜好 出钱暗准婆婆的意思做的装修 好好一个现代高层 被他做出了 农家爆发户自建房的感觉 我只在主卧用了 我自己喜欢的纯色窗帘 第二天他竟然要求全部换成大红色花朵的款式 理由是他不喜欢 我指了指门口 看不惯赶紧滚 老子就喜欢黑白 郑露赶紧把他妈拉到一旁 尔语几句 我好笑地暴毙看着他们 要不是好戏还在后头 我才没这个耐心 郑露又拉住我 冰冰 你看现在 我 郑露 我要装修 东西都没办法放 我也没给你扔了 你该不会连寄存贵的这一点点钱 都打算从我这里伸手要吧 我语气平淡 却加重了连这一点点伸手要这几个词 郑露的脸清一阵白一阵 最终 他拉上他妈 妈 你听我说 我们先去取东西 啊 男人这一点笑死人的尊严 不到五分钟 外面的走廊就传来哭天喊地的声音 我的乖孙儿啊 你怎么就这么命苦 这个贱人杀我孙儿 我要掐死他 看来 这是熟毒病背诵堕胎医药单了 我又不傻 他走到门口 就要发作 我筐机关了门 老爪子的惯性往门上重重一砸 这一声哀哟应该不是怒骂 而是惨叫 郑露努力克制自己的样子 真的很搞笑 严冰 孩子是怎么回事 孩子 我一脸疑惑 一团细胞而已 哪来的孩子 你这个毒妇 你会遭天谴的 我怎么这么命苦 命苦 我笑出声 我如果生出这个孩子 让 他有一个这样的败类奶奶 才是命苦 我如果被你们这种家庭拖累一生 才是命苦 郑霄说 可那是一条命 你怎么能 郑霄 你懂法吗 我说 连国家法律都不承认 胎儿是个自然人 你在这里装什么算 装父亲的伟大吗 你对这条命负责啥了 钱还是生育之苦 郑霄心虚地顶嘴 我怎么没有负责 我掏出一张单子 拍在他俩面前 行啊 你有负责 行了吧 可以 签字 郑霄先刷刷 签上了名字 然后 才开始看 越看脸色 越像依托答辩 你 要收我租金 我是真的受不了他那种 仿佛冤种总裁文理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郑霄的傻逼申请表情 冷笑一声打开收款码 不废话 这个地段的租金 没有五千以下的 我只收三千 已经很客气了 压一付三 一万二 现在 郑霄他妈又准备 往我身上扑 我比肩朝他 轻飘飘阻止了袭击 我继续拎着租房合同 郑霄 这几年 你和你妈 可是一直白住我的房子 你真的是想把我当家人 好好开始吗 我当然是 那就拿出点诚意来 我说 至少 别让我觉得 你一点本事都没有 又或者 你的钱花在了别的什么人身上 瞬间心虚的男人什么 都做得出来 诗兰知道我 瞬间拿到一万二之后 差点笑出眼泪来 行 咱就这样 继续掏塌 我笑着传授秘诀 多在男人的面子上下功夫 过年过节逼他发红包 平时刺激他带你消费 这个狗男人 平时抠门得用 诗兰摇摇头 情人节买个玫瑰花都磨磨叽叽 恨不得躲在角落等店主 扔一只不要了的捡走 对了 诗兰突然想起来 严姐的房子刚换了装修对吧 对 不过现在给他们用的 总觉得有点糟蹋 没关系的 诗兰笑了 老年人 很喜欢乱放东西 严姐最好多打点柜子什么的 不过可别用不太好的板材 甲犬多了 对男人不好的 我回忆一个了然的笑容 我得添东西稳住他们 但又不能表现的像是我要主动上赶着给他们添东西 我正思索着呢 过了几天诗兰给我发来一段语音 我不在时 郑霄去诗兰那里过夜 在厕所和他妈的通话被诗兰录了个大概 娘俩早就窝里斗了 老东西天天想着拿捏我立威 郑霄每次一听他的那些嗖竹意 就吓得要死 终于有一天深夜 郑霄在家缝中崩溃了 他告诉老东西 我们进过局子 又暗底了 你以为除了严兵 还能有人做你儿媳妇给你房子住吗 你还在做什么妖 老东西说 可是这个贱人打过胎 打过胎的女人 就是没人要的破鞋 他凭什么看不上你 正消不懈 你以为现代人 还是你那一辈的清朝思维吗 就但有暗底这一点 三代不能考工入鞭 就是离异带三个孩子的女人 都不会要你 老东西说 可是打过胎的女人 很有可能下不出蛋了 你要是绝了郑家的后 可怎么办 郑霄说 你这个思想可真是 总之 你不用担心这个 孩子的妈未必要是严兵 但我们必须骗她领证 后面施兰知道自己以后 可能是备用的孩子的妈之后 气得关了录音 我俩都气笑了 话不多说 先一个匿名举报 把她的饭碗端了 不忍心哪个有前途的大公司里 有这样的败类好吗 何况 没工作了 他们才更急着骗我领证 之后的一段时间 我天天用各种方法让她付钱 既然要做一家人 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吧 上次在局子里的五十大寿 是不是补过一下 点几个大螃蟹 喝几瓶五粮液不过分吧 贤贵 你对你亲妈都这么抠的吗 以后老人家晚年怎么能指望你 至于付款的时候 我突然消失 是因为总裁要我加班呀 作为部门经理 我不得第一时间赶回公司做个表率 不然以后 我怎么多挣钱给你们花 虽然你付了一万八的饭钱 可我也给你们各发了两百的红包呀 我天天在外面工作这么辛苦 你们不会还要埋怨我吧 还有 要成家就要备孕了吧 我买点奶制品不过分吧 什么 超市里的牛奶 那得多少添加剂呀 买点进口的不行吗 几百块一罐的奶粉 不得被一打吗 什么 你正消一分不准备出 那我凭什么和你生孩子 外面大把 愿意花钱的男人好吗 你只有一万块呀 好吧 那我只收你八千吧 我多善解人意呀 对了 还有家务 且不说我要备孕了 就单说我刚打完胎吧 身体是不是要养 你还要我做家务 你自己摸着良心说 你们还是不是人 我说出去 你们老脸还要不要 关键是 房子还想不想住 你日常生活还跟我要钱 你知不知道 城里生孩子多费钱 产检做不做 不做孩子畸形你负责 之后月扫钱 婴儿用品钱我要不要攒 什么 奶粉不打算用进口的 你是不是其实根本不疼孙子 你们不赚钱 我也不鄙视你们 可是你们先做败家子的话 说出去邻里相亲都看不下去吧 也就铺了那么个把月吧 老东西现在到了一花钱 就会被挣销数落的地步 我也适当地给了点甜头 时不时提点东西 回来给他们改善伙食 比如冰镇西瓜 冰镇啤酒 田螺 金银花茶 大闸蟹 士饼 我多孝顺呀 虽然都是大寒的食物 可是如果大家一起分着吃 少量吃一些 就是正常改善饮食 可是我看着准婆婆 拼命把所有好东西 塞她儿子碗里的样子 正笑一个人拼命吃着 完全不顾及我的样子 而且士饼和大闸蟹一起吃 会使螃蟹丰富的蛋白质 在胃部凝固 吃多了会导致呕吐 腹胀 腹穴啥的 但我也没让你狂吃对不对 我懂事地留下一打 见味消食片 有半个月 正消终于撑不住了 和我们坦白了失业的消息 以我对她的大男子主义程度的了解 她应该是财政赤字到一定程度 借都借不过来了 才会坦白 我毫不掩饰地露出失望的表情 然后迅速收敛起来 正消全部收于眼底 随后我不冷不热地说 那下三个月的房租先免了吧 反正你们也住不了太久了 随后正消提出想做电商创业 我问要不要给你做个书房 正消还没说话 她妈表示 当然要了 而且最好多买点红木的书柜给正消 就是对她最好的支持 我懂事地点点头 但红木实在太贵了 我买了很多贴着红木花纹的密度版 把正消的书房柜子打得顶天立地 铺天盖地 然后我以近期要赶打胎时期的工作进度为由 润了 我和毛毛住海景房哈 反正打胎之后我要养身体 她也自觉不会和我同房 正消铁定是屁蹦没转着 我能感觉到他们的金钱急剧短缺 对我的态度开始一天比一天好 正消和他妈开始经常打电话 喊我回家 然后给我做点饭讨好我 而且 他们会在我走之前 给我塞一点 他们自己做的农家小零食 我照例都是出门左转 扔进厨余垃圾 但这只是我之前过于单纯的猜测罢了 直到有一天 我忘了吃早饭 从正消那里走得急 什么也没吃 走到地下车库时突然心悸 平白出了一身冷汗 我知道是滴血糖发作了 车里的备用糖正好吃完了 情急之下 我扎了扎嘴 嫌弃地掏出一个正消他俩塞给我的糕点 啃完 滴血糖症状缓解后 我开车准备回公司 开到高架上 胃逐渐诡异地疼起来 越发剧烈 我连忙中途下了高架 打了120 同时用最后的力气给诗兰发了个信息 我并没有昏迷 但是胃脚痛实在是难受 其间迷迷糊糊 已经忘了发生了什么 等我意识恢复时 诗兰提着那袋糕点 坐在我的床头 它神色严肃 还好 不是百草枯 我震惊了 什么 它们给你的零食里下了少量的农药 我能想到 它们为了巴住我 可能会用各种办法催我结婚 偷我的财产 甚至毒害我的狗 但我没想到 它们竟然是想要我的命 来侵吞我的房子和财产 难怪它们天天催我领证 如果它们的食物 我长期吃下去 离开医院的时候 诗兰松了口气 幸好 你这次空腹吃东西 微量毒素只刺激到了胃粘膜 没有伤到更多 我坐在诗兰的副驾时 发着呆眉说话 颜姐 我回过神来 你退出吧 颜姐你说神 我 它能给我投毒 以后也能给你投毒 我没有想到 它们一家如此恶毒 我脑子飞快转动 你还可以抽身 你就装作发现它出轨 慢慢疏远它 拉黑它 诗兰突然握住了我的手 颜姐 毛毛伤势如何了 我不明白 她为什么突然提及毛毛 已经能出去溜达了 怎么了 诗兰冷笑一声 上周 她来我这里过夜 夜里 我的啾啾跳上床 依偎着我 看我睡着了 她竟然一巴掌 把啾啾打下去了 诗兰越说越激动 你知道多大的力度吗 啾啾在空中翻滚了一圈 撞在了对面的墙上 我倒吸一口凉气 若不是我开始防她 装了监控 我都不知道 舅舅为什么第二天一报 就会惨叫 果然 上梁不正下梁歪 当妈的打狗 当儿子的就能打猫 所以 诗兰捏紧了拳头 就算喂了猫咪 我也不能让她好过 我没再劝她 对了颜姐 她们势必还会投毒 你一定要小心 我点点头 你放心 我不光会防范 我还要送她们进去 好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 一定告诉我 接下来 该配合她们演出的 我尽力在表演 我一言不合 就拉个肚子 捂着胃疼一疼 好几次 我能贴到老东西嘴脸 一瞬而过的笑意 再过一阵子 我时不时头晕恶心 甚至有一回 对自己下了狠手 抠吐了 郑霄满眼疼惜地 给我熬姜茶 扶我在床上休息 可是 好几天过去了 家里的十几个录音笔里 都一无所获 诗兰建议我加大表演力度 他们的心有多大 我的舞台就有多大 我开始强称 时不时脸色苍白 一身虚汗 重金购买的白一度粉底液 和隐形羽绒马甲 真的很管用 有一回 我端着午饭 突然一个头晕 滚烫地带着热油的汤 就尽数浇在了老东西手上 他一声尖叫 两个人手忙脚乱许久 愣是没人理我一个病号 一句 我又拿起包 旁若无人地亮呛着走出门 嘴里还喃喃念叨着 不行 这回得去医院了 两个人在身后一顿 但没人阻拦 想必是希望我这个状态 撞死在路上了 我正常做了个体检 我本身有就点小胃病 直接拿着检查单回去就行 回去之后 他们假意嘘寒问暖 我假意开心 说还好去了医院 吃了药就好多了 医生说吃一个月就能康复了 这下还不着急 就说不过去了吧 终于 这一天 我拿着家里的衣服去干洗 在郑霄羽绒服帽子凤里的录音笔中 得到了关键录音 郑霄他妈问 是不是这种药不行 郑霄说 不 是他吃得太少 这样下去他根本死不了 时间长了 还会发现端倪 他妈急了 那怎么办 要不 我直接用百草枯 郑霄说 你疯了 万一我们也沾上一点 以百草枯的药性 大家一起玩完 只能加大剂量了 你最近多做点他爱吃的 小心一点 他妈说 那你抓紧求婚呢 不领证这个贱人死了也没用 还好 我已经顾不上心寒 我把录音存了七八个备份 又给诗兰和小林各发了一个加密文件备用 等到老东西喊我吃饭的这个中午 郑霄他妈特地说 冰冰今天过来吃饭吗 我给你做了排骨汤 只给你一个人做的 他不说这句只给我一人的话 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微微一笑 停车到小区 拨通了110 然后迅速上楼 打开随身的录音笔 郑霄 你们怎么不喝汤 老东西善善地笑着 哎呀 你要补身体 只给你一个人做的 我摇起一勺 送到郑霄嘴边 我一个人喝多没意思 你陪我喝一口吗 郑霄笑容僵硬 我淡定地吹了吹汤 你们平时可不是这么对我的 我又把汤勺放到他妈嘴边 有好东西 不都是你们先抢着吃的吗 老东西连忙把手往回推 不不不 我们不喝 好吧 我收回勺子 你们说 这是你们特地为我一个人做的汤 对吗 是啊 怎么 我微微一笑 那就行 警察到来的时候 我惊恐地尖叫起来 啊 这里有人投毒 审讯过程依然很顺利 虽然没有人证 但是物证俱全 尤其是从老东西的靴子里 搜到一瓶和汤中检测出来的成分相同的农药石 这一位 可当真是又蠢又坏 眼见事情败露 他指着我大喊 贱人 你当然该死 你凭什么打胎 哪有女人婚前买房的 你就是不检点 你要是没被包养 谁家会给女娃买房 哪有女人会打掉自己的骨肉 你这一胎 绝对是什么也难忍的 你心虚才会打掉 你真该死啊 我要杀了你 你该死 我都没张嘴 和三观不同的人 本就无需多言 有的人会把肚子里的生命 看得比自己重要 自然也有人会把自己亲手养大的猫咪 狗狗看成自己最亲的家人 为什么而舍弃什么 原本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尽相同 只要在合法的范围内 做自己的选择就好 何必非议和干涉他们 可惜有些狭隘的人 永远也不会懂 但不重要了 有老东西这一番话 连动机都亲口交代了 然而回到家 我发现不知何时 有奇怪的舆论在业主群发酵起来 我能猜到应该是郑霄的手笔 试图用舆论 搏一个谈判的筹码 可我只觉得可笑 关于我怀了野种后 心虚打掉的言论沸沸扬扬 此时我应该做什么 自证清白吗 可是要怎么自证呢 就像那些被辟裸照的女孩们 要怎么证明呢 脱光了给所有人看 告诉别人 我不长照片里那样吗 没有用 在我的世界观里 自证清白没有用 干脆恶毒一些 以毒攻毒 以恶制恶 郑霄期望 我出具谅解书 换取他的一句 为我证明胎儿来源的话 我偏不 我把郑霄母子虐狗 和打我的视频 同样发到了业主群 我甚至花钱买了 小区活动处的投屏广告 滚动播放他们的恶行 有脑子一些的 很快就会想明白 没有脑子的 你就算拍一张亲子鉴定 在他脸上也没用 不在意变好 不过事实上 舆论转变比我想象的快很多 很多阿姨天天遛狗 对自己的狗子 比对儿子都疼惜 看到这种事 阿姨们根本忍不了 很快就把郑霄八的 祖宗十八代底库都不胜 更不用说 他们被拘留 释放那天 曾大闹保安处 所以直到开庭 他都没讨到好处 但郑霄的冷酷和绝情 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甚 我原本还在思索着 他将来 如果为了他妈 愤怒甚至疯狂地 报复毛毛该怎么办 然而在法庭上 他竟然一口咬定 所有的事情 是他母亲一人所为 我看着老东西 震惊悲痛的表情 才知道 原来不是串通好的 自私的人 到头来对最亲的家人 也同样会自私 他哭着对他妈说 妈 我还年轻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不知道 你们婆媳之间 竟然有如此大的矛盾 是我这个做男人的不对 他妈死心认罪的那一刻 应该所有人都和我一样 觉得他比郑霄都还男人一些 至于我 我和郑霄在法律上 没有任何关系 不存在婆媳一家人的说法 这就是单纯的谋杀 最终 老东西被判了二十年 以他的寿命 大概是走不出来了 郑霄一时半会 应该也不会找我的麻烦 他不敢 他现在全身上下 应该只有十几万的贷款 和我打包扔出去的一些行李了 这次没给他扔计存贵 怕他真的付不起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巧了 郑霄也这么觉得 他开始酗酒 当然 这一切明面上已与我无关 只是苦了这阵子的诗兰 好几次 他一巴掌把仙罗猫 从桌上打下去的时候 诗兰就差点忍不住 直接抄起水果刀 把他变成太监 诗兰说 他开始更为暴怒 好几次在梦里喊我的名字 用奸细的声音 大声咒骂我 他让我稍微做一些准备 我准备得可好了 当他有一天 终于握着一个酒瓶子来找我时 毛毛一爪子 给他撅在了地上 狗子只认主人 即便是以前认识的人 如果有对主人不利的意图 他也会给他一顿爆锤 他摊在地上 准备起身继续攻击我的时候 我掏出录音笔 完整播放了 他当初催老东西 给我加大计量投毒的对话 郑肖你说 如果我把他交给警察了 你会判二十年呢 还是无期呢 郑肖突然抱起 一把夺过录音笔 近乎疯狂地踏烂踏 我又掏出几支录音笔 排成扇形扇风 尽管踩吧 云辈分还有那么百八十个吧 对了 我看出他的心思 如果我和毛毛有个三长两短 我和我的闺蜜们 可是有一些美丽的约定哦 比如 如果有一天我失联了 第二天 他们就会带着录音 去警察局爆出你郑肖的名字 所以呀 你最好是每天烧香拜佛 祈求我和毛毛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 郑肖无力地摊坐在地上 我打开门 面无表情地垂眸看着他 你可以滚了 等郑肖的钱包掏无可掏了 施兰用监控里的视频 和一些别的手段 逼他下跪和猫咪道了歉 然后把他踹了 受过的肉体和精神伤害 难以弥补 但从郑肖那里搞到的几万块 至少可以给猫咪们 多做一些护理 我和他都很默契地 没告诉郑肖 他原本就有弱惊症 我那个孩子来得十分不易 打掉了 他就有很大概率绝后了 更何况 他乱吃 乱搞 还酗酒 他要是能有后 母猪都能上树 后来施兰空了 就抱着仙罗来找我玩 毛咪没有了挨打的记忆 天天提得很 一言不合 就撂爪子抽毛毛大耳瓜子 毛毛表示 也很享受这种挠痒痒 就和傻狗似的 天天趴着 让猫咪在他狗头上玩乐 我卖掉了那套被弄脏的房子 买下了现在居住的顶富海景房 毛毛比人还爱冲浪 天天油光瓦亮的出门 湿湿答答的回家 小林也一有空 就来和我们唠嗑 还经常问我以后的打算 打算吗 打算远离狗男人 做个快乐的丁克族 一人一狗 自由富足 小林表示 还是不够 我们真的不让那个狗男人坐牢吗 要我说 就应该上交证据 谁说我不交了 我微微一笑 我可恶毒了 这个案子的追溯期是十五年 人心的煎熬 比死亡更可怕 还传宗接代 继承香火 还脚踏两条船 做梦让两个女人同时为她付出 只有梦里才有 这份录音 就像悬在她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鉴 每一天她都会担心 是不是会有人抓她 每一阵警笛声 都会让她一身冷汗 彻夜难眠 我会在明天 还是十五年后的最后一天上交录音呢 看心情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过去终将会过去 但故事已然成故事 您的点赞和订阅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三条